也有人想问700 虽然昨天也说了业绩 今天大家也想问一下 Joey又说700怎么看 见底了吗 见底了吗 很难答 很难答 短期我觉得有个底可以看 短期又走着个range 383是一定是个支持 你看到昨天都历首这个位置 330 其实因为刚刚5月初那转 和4月底那转 其实都是303 320多这些位置 都是有个支持 所以你见到暂时未穿这个位置 我觉得又未主要会再回得很深 所以如果一个短期性的一个部署 或者是那个区间来说 就大概383至38 我想这50元走着一个range 所以你现在大概340 350 你可以等低多一点 比如可能去到345附近这些位置 你才是可能入场 就做这个区间的炒作 上面就博 可能308就吃虎 下面穿33 就是穿的就止虎 我想这样会好一点 因为你说 见底味 就是如果真的说大底 刚才说是难说的 因为一来 其实我想最主要的大方向 都是要看监管 究竟是不是真的没有了 或者是不会再加大了 虽然现在的机率是有的 始终不停强流的经济的关系 但是是不是真的确实现在已经没有了 大家都回答不了 是的 都很反复的 是的 都很反复的 还有内地一定不会很清楚 不要监管 一定不会这样的 所以这个想法 这个看法不断令大家变来变去 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去看 如果你说刚刚最近的业绩 始终第一季 本来刚才说到都比尔吉祭迷了 以来其实他对前景展望第二季 其实都是差的 因为说真的第二季 内地经济更加应该比第一季最异 所以其实很直接地影响他们的业务 而前景除了第二季之外 其实你看到昨天业绩之后 很多大行说可能 腾讯要真的有一个复苏 或者是比较显著一些增长 可能都要对第四季之后才看到的 就是可能下年才慢慢重拾增速 所以今年来说 你说如果增长都是可能没有的 或者甚至有些倒退的 其实都是一样 股值就是这些位置 十多倍 就是不会有很大的调高 所以刚才说到 如果你说短期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 range里炒 但是你说太长线 可能等到下半年才慢慢去做 那个考虑会好些 但是那些考虑都是分阶段去买 我想会迎来一个就是 譬如更加长线的 可能下年的一个上升感 会比较合适一点